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三下午的2点52分 加权指数今天收盘是小涨14点 那今天一开盘之后台北股市一度涨了六十几点 你知道三天下来台北股市涨了多少你知道吗 三天时间台北股市涨了230几点 但以目前台北股市如果单纯要以现行来看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这根黑棒 这根黑棒要有办法吃掉才是最重要的 目前KD的部分已经出现黄金交叉 这个黄金交叉对于整个行情来说是有利的 对短线推升是有利的 尤其在整个图形部分 整个图形部分 你看这个底部已经出来了 底部已经出来了 可是更重要的是 这根长黑棒 这根长黑棒要吃掉 因为这根长黑棒是带量的 是带量的 有大概1300亿的量 所以这个是实质的卖压 这只吃掉 那么整个行情才有过高点的机会 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 这是大盘的部分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昨天四小龙最强 昨天晚上欧美股市大涨 昨天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在整个道琼 涨了196点 欧洲德国的部分 也涨了100多点 这里看不到 没关系 昨天德国大概也涨了160点 这两个是怎么样 这两个是定心丸 因为如果单纯只是台北股市涨的话 很多人还会担心华语 因为量一直不是很充沛 那昨天连美国跟欧洲都涨了 那几乎大家都吃下一个定心丸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的成交量 也增加很多 来到1200亿的成交量 这是好事 这也好人凶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第一个 你要敢买 你要敢买 敢买才有赚钱的机会 如果你连买股票的勇气都没有 那再好的机会 自己都没关系了 这样懂是什么 所以第一个你要敢买 第二个要买到 买对了 自然你就有赚钱的机会 你如果到现在还不敢买 甚至于怕买错 赶快来找零鹅 快来找我啦 你可以等 行情不会等你 行情不会等你 所以你要主动去积极的 跟上行情的脚步 我经常讲 资讯费一天一个便当几年 又不是多少 对不对 一天花一个便当钱 你就当成跟零和燕当好朋友 每天请零和燕吃个便当 我带你一起来赚钱 我每天花的时间 在整理资料 收集国际资讯的时间 比你长太多了 所以我能够掌握到国内 国际 甚至原物料 全面性的一个变化 提供给你最新的资讯 对你的帮助是很大的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 几个重要的一个题材 几个重要的部分 那首先 今天嘎空又起来了 你看这两天盘一强 嘎空股马上就出现 3406的郁金光 又涨停板 又涨停啊 第二支涨停板了 447块 郁金光真的有那么好的条件吗 基本面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上半年也不过才多少 才一块半而已 才赚一块半而已 你赚一块半 何德何能 能够让股价有400多块钱的条件 唯一的理由 唯一的理由 你看龙卷竟然高达8700张 有这么多的龙卷 我跟你讲 越多人同时看坏一个东西 那不见得是好现象 懂什么 因为你们让主力有 把你们嘎空的机会 所以是跟大家讲 顺势做好不好 顺势做啦 顺势做你就能够赚到钱 你一直要逆着跟行情走 逆着要跟行情对抗 赌费你钱太多 钱太多也不是张花的 很多人看郁金光 400几块 还贪一块半而已啊 硬要空它 结果呢 一路夹上去 可惜啊 可惜啊 另外 3441的联谊光也是啊 今天联谊光 也是矩要涨停板 快涨停板 联谊光空单 也有3088张 也有3700 空单 所以不要不信邪 真的不要不信邪 3019雅光 空单更多 高达14000张 13700张的空单 股价已经到多少 100年的4块了 已经124块钱了 雅光上半年才赚多少钱而已 我们来看 才八毛钱而已 赚八毛钱 赚八毛钱 股价竟然有124块 什么玩音 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嘎空而已 就是嘎空而已 13000另外的空单 13000张的空单 6209 也涨停 金国光也是涨停 空单也有 1900张的空单 这个业绩都不是很好的啦 赔钱 了解 上半年还赔钱 第二季赔0.32 可是没办法 你要空它 让主力有机会来嘎你 何苦呢 是不是 何苦呢 3428 光耀科 今天光耀科 一度也是涨到8% 9% 起来这里关掉 85.4 85空 对 空单也累积到 3417张 366 3662 3662 3662 3362 先进光 今天一度 涨到7%去 像这个起来7% 先进光的空单也有 6555张 另外这边也咬到空单 都是咬到空单的 都是咬到空单的 从哪里开始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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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里就开始咬了 从这里开始一路咬上来了 这都咬到了 对 3630 赔最多就是这一支 这支业绩最烂 约到最烂 已经连赔几年了 连赔几年自己看 连赔了几年啊 今年上半年亏损还扩大 赔到接近快两块钱 赔两块钱的公司 就是股价竟然能够涨到五十几块 什么原因 就是你们这些放空的人贡献的啊 对 新巨客的空单也有5665张 涨最多是哪一支 你们知不知道 最多是哪一支 你知道吗 3504的阳明光 阳明光已经连赔第七支漲停板了 连续第七支漲停板了 连赔第七支啊 连赔第七支啊 阳明光也是连赔 我们来看阳明光 连赔几季 连赔六季 连赔一年半 今年上半年的亏损还是扩大的 今年上半年的亏损 已经0.97 已经快到一块钱了 赔了这么多 结果股价竟然这样标法 连赔七支漲停板 连续七支漲停板 连赔七支漲停板 为什么 这空单也四千两百兆呢 都是嘎空的题材 我不是叫你去买这种 我也看不起他们 因为业绩真的很烂 经营真的是不好 可是股票市场是比拳头的啦 除非你拳头比 主力大 你的拳头没有贫囊比较大 钱没有贫囊比较多 你只有硬生生背够而已 懂什么 可是这些股票 你把它拿来当指标股 我说过 一定是多头市场 才会有够空 空头市场 主力照样背 怎么会有够空呢 所以你把这种股票拿来当指标股 只要嘎空股继续在 这个盘你就用力做 你就用心做 用心去找股票就对了 直到嘎空股开始全面走跌 那这个盘才会有危机出来 这样懂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几个比较重要的题材 其实嘎空不是什么题材 嘎空只是人为因素硬做而已 真正的题材 我们来看 连续几天我一直跟大家讲 国际铜价在大涨 昨天国际铜价继续大涨0.3% 已经正式站稳每磅3美元的价格 我上礼拜跟大家分享8358的金居 金居跟大家分享完之后一路飙 在铜价的一个大涨之下 金居是获利最受惠的 光是上半年已经3块3了 金居是做铜箔的 专门供应给铜箔基板 印刷电路板的上游铜箔基板使用 所以这是最受惠的 你看我强棒初级跟大家分享完之后 记得强棒初级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3到5天 不是给你做档山 3到5天 你好好运用都会不错的 你看金居 我们在强棒初级跟大家分享完之后 涨了20几% 可是我昨天就跟大家讲 不要再追啊 金居不要再追了 为什么不要追 因为他要办理一个现金增资 先支价格47.8 你增资价47.8 股价涨到六十几块 这无形之间让大股东有套利的机会 所以短期之内他不容易在工了 很可惜啊 如果不要办现金增资的话 这个购物它的空间会更大 那今天在同价大涨之下 还有哪些股票 我们来看 今天反而回到电线电缆的部分 你可以发现到今天大三涨停板 荣兴盘中也一度涨停 洪泰昨天涨停 今天又继续涨 今天强棒初级 我跟大家分享是哪一档 大雅 1609的大雅 大雅今天盘中一度大涨到7% 我们在9点半录节目的时候 是在多少 大概只有3%而已 讲完之后一直涨上来 那为什么跟大家分享大雅 大雅本身它也是做电线电缆的 那每股净值有高达11块4的净值 你有11块钱的账面价格 股价目前才只有7块钱而已 如果同价继续涨 它有没有机会从7块涨到11块 你知道从7块涨到11块 这多少钱你知道吗 50%啦 50%啦 那不要那么慢把它打个折 你要赚它个20% 也是机会很大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大雅大涨之后 量也出来了哦 量也出来了哦 那另外一档个子 我觉得也不错 也可以注意的 今天虽然没有涨哦 我不是一个喜欢追着行情跑的人 今天涨停板加速很多啊 我跟你谈涨停板 没必要嘛 对不对 因为你看得到吃不到嘛 跟大家谈你吃得到东西 对你才有帮助嘛 所以我喜欢讲底部的肌肉股 那不可以去的 不是就去很多 去很多跟你没关系啊 华龙今天收盘价在10.15% 10.15%的收盘价 可是账上每股净值 账上每股净值 不是16块哦 没16块哦 最新的财报 每股净值 是有高达17.2% 有高达17.2%的财报 那现在才10块钱而已 如果同价继续涨 有没有可能来禁止 你从10块来到17块 70%啊 70%啊 这个才是大利润 而且在国际同价的一个题材之下 风险不大 风险不大你又可以赚大钱 股票市场你就是要这么经营 就是要这样精打细算 而不是随着市场人云亦云 人去带人堆 那到时候一买都全部买在高点 全部都套屎掉了 所以同价 大雅华龙 这两只股票 提供给大家参考特别注意 昨天晚上 欧美股市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美光昨天也是大涨的 我们来看一下美光 昨天美光的股价 也大涨了3% 美光昨天也大涨了3% 美光大涨的带动之下 今天低润股 最近涨最多的是华邦店 华邦店今天盘中一度涨到5% 你看华邦店最股 也是一路涨上去的股票 可是这里面会有一些带动的效果 你看我们上个礼拜 在强放初期的部分 我跟大家介绍的是 明天一周 跟大家介绍的是 金豪科 3006的金豪科 金豪科的低润 主要是用在工业用的部分 工业电脑上的一些用法 那华邦店是用在一般消费 比如说 电脑桌店笔电 那金豪科是用在工业用的 上礼拜二我们推荐完之后 也涨了一波上来 今天金豪科也是大涨 也12%啦 也12%啦 所以强放初期推荐的股票 其实是 林何彦的个人的意思 我的心意 希望你在这个市场 没有赚到钱的人 每天盘中的节目里面 我跟大家推荐一档两档 跟你分享 让你能够赚到钱 短期三到五天 可以看得及 不错 可是你如果要赚大钱 靠这个是不够的喔 靠强放初期是不够的 我觉得3260的威刚可以注意 这次回来又回到半年线 在低润模组里面 最赚钱的还是威刚 威刚上半年已经赚了五块钱了 全年获利要到八块十块 很正常 目前北比才多少而已 北比目前才只有十倍不到而已 如果说以十块钱的EPS 北比才七倍而已 现在指标已经出现黄金交叉了 这个威刚可以特别注意 那面板的部分 外资全力在买彩晶 虽然短线现在在修正指标 可是外资的动作是没有停的 昨天外资又加码了两万八千张 几乎每天买超第一名都是彩晶 你可以发现到在比价的效应过程当中 二线的比如8105的凌聚 凌聚股价现在已经22块了 已经在24块 凌聚上半年 你看最近凌聚比价关系 整个面板股被财经带上来 凌聚上半年多少 0.7 赚0.7元 股价已经22块钱了 已经在22块 那财经怎么办呢 财经只有它的一半而已 另外一档 8049的金彩 金彩今天也到20块钱了 最股价是很强的 最近也是好强啊 那金彩这么强 金彩每股获利 三半年才多少而已 三半年才0.8而已 0.87而已 0.87跟财经差不多 财经现在股价只有它的一半而已 所以导致财经还有作价的空间 但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技术最高的 最具挑战性的 友达跟群创 你看昨天 连续两天 外资的买卖超里面 连续两天 外资的买卖超 给大家看到最清楚 是昨天 昨天外资的买超部分 昨天外资买超第一名 又是财经 两万八千张 买超第二名就是群创 群创连续两天 买了快三万张了 第五名 友达一万丁 连续两天买了两万四千张 买超也在前五名里面 所以很明显的你可以发现到 最近 市场主力在炒一些 搭空股 在炒一些低价的不涨股 可是外资的动作 却集中在 面板身上 虽然说友达群创间表现不是那么的好 跌了一毛钱两毛钱 可是目前股价都在底部 股价都在底部 外资已经连续两天买友达群创了 外资如果持续再加码友达群创的话 那么我相信友达群创 开始做补涨是有机会的 风险很小 目前美股净值 像群创 群创美股净值25块 股价才14块而已 2409有达 美股净值多少 19块 20块 19块 现在股价还11块而已 都很便宜 都很便宜 所以这支股票要特别注意 今天六四六二的 神盾涨停板 撤掉了 洗掉就洗掉无所谓 我们这一波神盾整整 赚了52% 从170买 一路上来260卖 卖掉之后 量缩 想说他会回来 结果要冲出去 冲出去就冲出去 没关系 我相信他还有回来的时候 我还是喊400 我觉得会来啦 可是没关系 重点是你要有办法 让自己一次吃一个大波段 6116的彩晶 两个月时间 赚了57% 1529的常委 三个礼拜时间 碳40% 现在随时会再出去 你看这个指标 已经黄金交叉了 这随时也有更高 目前股价也全部站在 所有年线 月线半年线上面 随时也有更高 我现在掌握了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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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三个月 有机会 起五成的股票 我现在掌握了这一档 未来三个月 有机会 后面三个月 有机会 起50%的股票 你现在问你自己 你想不想赚 这一档 这一档 今年颇利是创历史性高的 股价目前在历史底部 第一波已经涨了10% 我在等它压下来 如果第二只脚 你有想要贪吗 这一档 你贪上去 今年后面三个月 这50%你贪上去 你今年好够了 因为你今年一定是大风收 有兴趣的 跟你一起来布局 我们的副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现在全面五折 今天全面五折提供给你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您应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